三次的谢谢总统 穿上同军外套 总统蔡英文同时也是同军总会总会长 这是任内最后一次出席庆祝大会 这几年来我们同军伙伴 除了是国内社会服务的一大助力 在国民外交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未来任务蔡理事长一定会带领我们同军总会 持续的进步发展 即便天气太冷有点骚瞎 但总统依然满满勉励 要台下郑文燦继续努力 但最近特别忙的还有赖政府的人事布局 首任隔魁折损率高 若有党内政治明星出任相对危险 因此曾被点名的经济学者朱敬一 再次浮上台面 至于总统府及民进党秘书长也几乎底定 不管竹荣泰或潘孟安 两位都是身经百战 从立法到行政 从地方到中央 他们再再展现了高度的政治能力及政策能力 身段柔软资历深的卓榮泰有望担任总统府秘书长 而党秘书长可能是前屏东县长潘孟安 双秘书长人选都是赖清德极为信任的老友 除此之外部会也会重新整对 像是经济部长王美花520后可能转任行政院政委 部长一直由曾文生或拱明星的呼声较高 赖清德人士你在三月有结果 延续政策之前先让内阁人士就定位 静新闻林林蔡神佑参谎报道 大贼静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静新闻林林蔡神佑参谎报道